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算是一种书体 它是这个楷书和行书的一个过渡阶段 那之前说到这个楷行书 行楷书是什么意思 这个严格的讲呢 有行楷 有楷行 这个近乎于楷书的叫行楷 近乎于行书的呢叫楷行 但是好像没有必要这么繁琐 所以大家约定苏承的经常说呢就是行楷 它实际上的特点呢 是但行但楷 以行以楷 又非行非楷 那么它是个过渡阶段的一种写法 所以应该说呢它不算是一种书体 所以我们这次谈到呢就是楷行草 这么三个大题目 那么一个是楷行或者行楷 后来还有个行草 行草又是在行书和草书的一个过渡阶段 但是这样这两个阶段都很重要 因为书家们经常使用这个时间的这个阶段的写法 所以我们有必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一下 那我想请问您 写这个行楷是不是应该在已经经理楷书和行书这个基础之上呢 应该是这样 在这个行楷这个阶段和行草阶段不一样 男是男在这个行楷阶段 他必须啊 得楷书基本功扎实 他又必须呢 行书呢 也非常是有水平 所以呢 在二者都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他才能够非常自由的发挥 楷楷行行 半行半行 所以他非常的随意 那么行草阶段呢 我说不是这样 按照严格的要求啊 行草阶段的时候也应该是 精于兴书 精于草书 然后一行一草 但是有些人呢 尤其在这个基础不来的情况之下 行书呢 根基浅薄 草书呢 汇的草字比较少 于是呢 草书字不会的 用行书来弥补 行书写的好的 拿草子来弹栏 所以在这种状况时候 也经常出现一种叫行草 但是他那个里边 要求不十分严格 而在楷行这个阶段当中 或者咱们说的这个行楷阶段 就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这种严格不在于字体上的严格 主要在水平上 如果你行书楷书 哪一方面达不到高水平 在行楷上一下就露了线 他不容易藏桌 折丑 那您讲刚才这个行楷啊 是属于半行半楷 那么他具体和楷书有什么不同呢 比如说从笔画上来讲 他在几个方面都有不同的方法 既然他是已经通向行书这个过渡阶段 那么我们细看他呢 在笔画方面 明显的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点呢 就是近乎于行书的这种行楷 已经比楷书的笔画 要宽放灵活 那么灵活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圆笔增多 在齐笔呢 注笔啊 和这个行笔啊 都要速度要快一些 笔画的运行上看呢 不像楷书那么严格 也就是在转折之处啊 或者纳笔啊 起来波风啊 都不是像楷书那么样的这个规范 但是他在认读上并不影响 就是说在笔画方面 这样 不妨我们写一个样子 给大家看一看 这些颜色用识 形楷也分很多风格 比如赵体有赵体的形楷 欧体有欧体的形楷 延体有延体的形楷 尽管我们现在呢 见到欧阳群的形楷 这个不多 见到燕冰青的形楷也不多 乃至于二王他们的 赵末府的形楷就很多 但是后任的发展 也都在 以欧阳群的楷书为基础 往新书的渐变过程当中 也出现了这么一种形楷的状况 那么我们不妨的 也把它拿来说一说 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知乎者也 这样一个字 嗯 比如我从凯顺说 应该是这样 这说在凯书 而行凯呢 就可以这样 嗯 就是这样 比如说写个乎 这是凯书 而要到行凯阶段呢 它就省略的多 这样就可以了 比如说写一个 比如说写一个爷子 这是凯书 而到了这个 行凯阶段呢 它往往就可以 这个另外呢 行凯当中呢 在笔画上 也可以带飞白了 嗯 就像这样的 我们平常说是干笔道 嗯 或者说是 呃 笔风 飞白 啊 这样的笔画可以出现 而在凯书当中 必须要 墨填的比较薄 哎 出现更多的飞白 就失去了 呃 这个字体的规范性 嗯 所以我们看呢 由于行凯的速度 加快了 所以飞白也同时出现 呃 笔画的又一个侧面 呃 出现了油丝 嗯 这也是为了呢 提高这个 书写的速度 啊 比如说 野字 这样的笔画 调起来 啊 或者是这个 呼字 这长片 嗯 啊 本来是很短的片 它为了速度上的要求 它可能写快了一些 像这些个东西呢 每次写下来也不一样 啊 但是总体来说呢 它呃 是要连接的多了一些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速度需要 比如像只字这样 它在写 冲动的凯书的时候 我们看得到 它每个笔画都不互相相联系的 那么到了新凯阶段 这个笔画也都相联 所以说 这是在笔画方面的 有这么一个特点 嗯 再有的笔画就缩短了 为了速度快 缩短了 假如说 写一个位字 啊 未来的位 那么 改成这样的笔画 啊 啊 位 比如说 还有说野字吧 它有可能呢 改成这样 啊 啊 诗字呢 也可能改为了啊 这样的 这样诗字 也可以 缩短了 哎 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 非常灵活了 呃 原来的这个长度啊 也可以 哎 把它再稍稍调整 调整也可以 就严格的程度 不像凯书那么规范 嗯 这从笔画上 这哎 从笔画上讲 那你从结构上讲呢 这个从结构上看呢 呃 有的地方啊 它在结体上省略了 嗯 比原来简单一些 嗯 但这种 这个省略啊 它有个前提 还必须不影响认读 嗯 比如我们看一看 呃 在轻微之处 有一些地方去省略 啊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 语字 他可能 一般省了一点 嗯 当然你看得也很清理 这都是个语字 啊 也有说呢 他就进入行俗的那种写法 啊 这样 这都属于是新凯阶段 啊 比如说一个风 风雨的风 这种写法 嗯 它已经不十分的规范 但一看就只是个风字 这也算是啊 在结体上的一种省略 呃 再举例说呢 类似比如说 严肃的数字 嗯 呃 它不像那个繁体的那个数字啊 很麻烦的 它可能呢 就简直到这种程度 就可以了 而实际上 呃 繁体那个数字呢 是很麻烦的 这是你知道的啊 呃 比如说世界的式字啊 啊 它也是 这样写就可以了 嗯 这属于是新凯范围的这种写法 嗯 尊者是对影响任督 但是呢 刘芳我需要跟你说清楚啊 就是说 这种新凯 它并不严格 嗯 有时候在新凯书里边 就经常加上几个 纯粹的新书字 也有时候就是非常规范的几个凯书字 还有时候在这新凯书里边 它就突然出现两个草字 嗯 所以这种这种书题啊 它不是一个非常那个严格的这种书题 因为刚才我说 它严格讲 它不是一种书题 嗯 它是个过渡 所以呢 在这个新凯的阶段当中啊 呃 是各种 比如说凯书新书草书 什么都可以参加进来 但是一个主体 这个主体 不影响任督 是个前提 另外一个 基本上啊 有点凯书的这个风貌 啊 有点新书的比喻 这应该说是个新凯的阶段 嗯 那跟从章法上和凯书有什么不同的 如果从谈到章法上说呢 呃 新凯啊 已经把字分成大小 嗯 啊 因为行书的特点不是有大有小了吗 那么在新凯阶段已经开始 他只不过呢 不像是行书啊 那个悬书这么大 嗯 啊 这个另外呢 呃 就是说在这个章法上 总体看 他的强弱啊 以及他的这个主次关系上 都明显排列出来 啊 已经不像凯书那么严格了 另外呢呃 从行器上看 原来的凯书 横不成 横可成列 数可成行 嗯 它已经变为了呢 数可成行 横不成列 嗯 在章法上 也不同于这个原来的凯书那么严格 所以整体看呢 我们觉得就是很多的新凯 已经不计算横格了 哎 因为如果完全计算横格的话 那你就必须非常的规范 也就是计算方格 只计算数格 哪有横格来控制的时候 应该说是一个新凯阶段的又一个标志 嗯 田老师刚才您从这个笔画结构章法上讲了讲这个形凯和凯书有什么不同 下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形凯和形书有什么不同好吗 形凯和形书呢 嗯 也是在笔画结构章法上有不同 那么它主要是呢 呃 比这个形凯啊 呃 更加这个调整的速度 嗯 由丝呢 也就更多 就从笔画上说 呃 从这个解体上看呢 它省略的东西也就更多一些了 在章法上看呢 它的大小字的区别 悬差也就更大 嗯 那么这个 总体来讲 它也是在一个可以认读的前提之下 呃 显得呃 更加流畅 远比的话也就更多 优丝也更多 引擎更多 这是程度上的不同 哎 实际上呢 只是说这个性质上呢 还是接近 嗯 嗯 那您给我们举个六个好吗 写几个样子看着啊 嗯 比如说 我们写 风花雪月 雪月 这么几个字 嗯 如果是心坎呢 它是这样的 如果到这个行书阶段呢 它就比较顺源得多 所以呢 它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让这样子自多之后 便显出来 相对规范的 啊 那么到了新书阶段呢 它似乎就 呃 在这个 笔画方面呢 显得放纵多了 如果写到这个树笔画的时候 就更显著 新书呢 更加放纵 比如说 比如说 写中国两个字 啊 如果我们在写行凯的时候呢 应该说是这样 嗯 那么到这个行书阶段呢 它可能 就到这样 这当然 和草书相比之下 它还是要规范的多的 这也就是您刚才所说的 这个必须要精于凯 又精于行之后 在此基础之上呢 才能够写好行凯 对 应该是这样 那么下面请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可以 可不可以写的字数稍微多一点 让我们从章法上 有一个大略的认识 可以 我们这儿写一首诗 我们这儿写一首诗 现在我们写的这一篇行凯 是近乎于凯书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也是最难掌握的 看似凯书啊 它又明显的快于凯书 比意义上呢 像是新书 而笔画的相连处并不多 每一个笔画都交代的很清楚 所以说这个阶段的难度很大 如果我们比较严格的要求一位书法家 那你必须做到在每一个阶段都能站得住脚 单从速度上说 你应该做到从最慢 稍快 较快 很快 乃至飞快 每一个阶段 你都应该御用自如 如果我们说啊 现在书法家的这个名誉上 在实际上还没有贬值 那么成为一个名副秦始的书法家 那说来是不易的 那么我们成功的道路呢 只能是下苦功夫 人时我摆 人摆我迁的努力 企图寻找一条捷径 而速成为书家 这是不可能的 即使有些人下了很大的功夫 但是仍然未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 正像孙国庭书谱当中所说的 盖有学而不成者 未有不学而成者 那么学而不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是在学习上不得法 于是虽然很辛苦 但是那些劳动 往往是不必要的 甚至是不断的重复错误 于是使错误呢 更加巩固 故而呢 耕耘多年 不见收获 我们必须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个 重要的是要从古背帖入手 严格的讲 从清代以前的背帖入手 把近代的书家呢 作为一种参考 这当中要注意 切切不可从金人入手 因为金人的书法作品呢 还没有被历史上所认可 还有一个过渡阶段 所以我们呢 要学习古背帖 那么修习古背帖的又一个关键问题是呢 不可以朝三暮四 今天学学阳体 明天学学流体 后天又改学传书 大后天学草字 这样的话 打着每一眼都是前景 结果哪一眼前景都不出水 我们要攻克一本 集中的攻克一本 那就很好的基础了 基础牢固之后 其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非常关键 第二学团队 背参考 本学到别人 以後 能 sucking 本学 一学 这回 这首诗呢是唐朝诗人孟浩然 一首《武力》 题目叫《过故人庄》 这是这么一个心凯词 以后有时间呢 我们再多写一些 可以写一些其他的提示 好 观众朋友 今天呢我们主要请田老师 把刑凯的内容呢 向您做了一项介绍 下次节目呢 我们将主要涉及 刑书的基本技巧和常识 再见 再见